你看我们现在的资料 我们现在的资料有2021年 有2020年 有2019年 对不对 甚至到2011年 好 我现在我想要 我想要请你们先知道 重新整理这个观念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拿到 2022年的资料 假设你从经济部下载了 2022年的资料 你就只要放到 刚刚你这个放资料的位置 放到这里面就好了 然后你的Power BI视觉化 翻新的这个报表呢 就麻烦点一下重新整理 你的图就整个跟着换了 你不用每一个月 或者是每一个年当资料改变的时候 一直在那边 一直重复的重新画这些图 好我现在就做 举这个例子给你们听 假设我这里面 没有2011到2014年的资料 那我就先把就是我刚刚下载资料 请你先把2011就是从这个档案一直选到2014 这些档案 这些档案请减下 暂时先先新增一个资料奖 叫做AAA 贴上 好 现在在AAA底下 好 那我原本这个收入 Clean 这里面 请问 已经没有了100年到103年的资料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重新整理 这边就不见了 可以吗 本来这边是有2011年到2014年 这边没有了 这卷轴 卷轴已经没有办法再往上了 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再加回来 加回来很简单 就是当你先收集到新的资料 你就放到这个资料夹 好 所以我又再把刚刚的AAA的所有的资料 全选 然后剪下来 贴到这个里面 直接在这边贴上 是不是有贴了100年 101102103年 本来就有104105 好 接下来我在Power BI这边 我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重新整理 这边是不是又回来了 2011年的资料 好 你点他 这边资料是不是都有这样变动 好 没问题 请你一定要试着去玩一下 这个资料 当你有新增资料的时候 这些视觉化分析都不用重做 这件事情 这是一定要非常熟悉的 我们一起试试